阿爺 今早上山頂食豐遊世界, 看立障, 阿爺 想起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, 香港就曾經發生過立障院熱潮。 阿爺 說香港第一間立障院應該是香港立障院, 在對面海,灣仔,大佛口, 電車佬,一號,希順樓,二樓, 一個經理叫周安民, 那條茂里華開拉加野的目的是展揚中華文化, 使得鬼子老吳冷仔誤解中國, 同時又可以給的斗機有多的機會接觸中國藝術。 他們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, 星期五開門營業, 每位入場成為兩蚊雞咸籠, 抖機就收一雞咸籠, 吳冷被人家機拍照, 只准光顧買他的七彩名信片。 他們開張的時候已經砌了三十六組立場, 不過地方有限, 指數其中十六組, 主題以中國歷代英雄人物, 封土人情及民間故事, 封土人情及民間故事, 阿爺記得開張那天他看過那十六組立場是, 中國古裝屬女譚古爭, 孔子及其得意門生子路, 唐朝思思美白, 聖吉思汗, 岳非正宗布國, 敲擊大古, 清朝慈禧個死老乾婆同光水皇帝, 古史浩瑩, 中華民國初期的中西合璧婚禮, 東洋武士同藝妓, 梁山白羽竹英台, 跑馬地市合藏屍案的兇手歐陽炳強的殺人情影, 湾仔巴女蘇斯王, 尖掛測治,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泰國小姐, 華魯尼, 聖瑞娜溫, 麗藉三花的麗婉嶺, 不過對面海, 九龍在一個星期後, 又開了惠文立像院, 收費和她一樣, 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, 星期五中午開門營業, 地域就是九龍, 尖沙咀, 星光行, 五樓, 由個女人叫孫維文打息, 她們擺明拉灣仔大佛口那間香港立像院對著幹, 立像無論體型, 和場面積, 都大過她, 當時香港只有四百萬人, 怎能建立兩間立像院? 所以很快便建立香港立像院!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, 星期六, 一該已行, 當時蝕木出色暈口出門至下处。 先放過一間階段層, zwик密室走, 直到夜晚十點三, 衛文立像院關門, 等一大的職員就鬆散後, 垲指出後, 即 fim remade file 下層 checked, 之後早7.9 、惠文立像院開門的時候, 才被職員發覺, 不過惠文立像院最後都頂悟, 在中華民國66年2月26日, 星期六,過不到農曆年就扔蓋, 他部份立像說去了澳洲立像館,